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 202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在报告发布会上 国务卿布林肯点名制裁一名 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于辉 他和他的直系亲属将被禁止入境美国 这是自中共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 美国政府第一次单纯因为法轮功问题 点名制裁中共官员 当天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开设网页宣布对余晖的制裁 顾卿布林肯也同时在官方推特上发布这一制裁 在这之前也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被美国制裁的 但是制裁的主要原因是其他的罪行 而且这次美国国务院是单独立项的制裁 就是国务院网站上是为这个单独出了一个声明的 他表达了美国政府反对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 对此采取实际的制裁行动 这次被点名制裁的中共官员余辉 在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担任四川省成都市 专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 在此期间 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刘贵英等四人遭到非法抓捕 判刑并在狱中受到酷刑折磨 余辉作为责任人之一 被海外追查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内 610办公室一直是整个迫害的核心 余辉只是一个代表 这个制裁会给中共还在继续参与迫害的官员 一个严重的警告 迫害法轮功是要承担个人责任的 在周三的记者会上 顾清布林肯批评中共迫害信仰自由 并持续对信仰团体犯下 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的罪行 布林肯承诺 美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捍卫信仰自由 这一天赋人权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导 南非政府录承语